大家好,我是然妈 看我拿出了西红柿还有鸡蛋 大家是不是认为我要做西红柿炒鸡蛋或者西红柿鸡蛋汤了? 不是的呀! 我今天准备用这两样东西和茄子一起做个茄子包 汤浓,味美,十分下饭 估计今天蒸的米饭又要不够吃了 先来说说需要准备的食材吧 茄子两个 这里茄子没什么要求 不管是什么茄子 做出来都好吃 西红柿两个 鸡蛋四个 辣椒两个 不喜欢吃辣的朋友也可以换成彩椒 葱姜蒜少量 开始做菜吧 准备好的材料拿到清水下面冲洗干净 茄子去掉头尾切成4-5厘米的小段 两面都切出格子样的花刀 这样茄子能更好的入味 切好的茄子放入盆中加入适量盐 一大勺淀粉 拌匀 腌制约10分钟 这样做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茄子的吸油量 青红椒去皮 对半切开 去紫 斜切成块 装盘备用 大蒜切片 大葱切滚刀块 生姜切薄片 装盘备用 去皮的西红柿切成大块 装盘备用 我们再来调一个料汁 生抽适量 蚝油适量 番茄酱少许 白糖两勺 淀粉一勺 食盐适量 半碗清水 搅拌均匀 备用 下面我们来煎鸡蛋 取一口平底锅 锅中稍微多放一点油 防止糊底 打入鸡蛋 一面煎至定型之后 三面再煎 直至鸡蛋成熟 即可盐出 待用 煎完鸡蛋 锅中还留有许多油 继续下入茄子来煎 全程小火 茄子一面煎到金黄之后 翻面再煎 两面都煎到金黄 且茄子段明显软塌 用锅铲将茄子段归拢到一边 空出的一边下入葱姜蒜煸炒 葱姜蒜炒香以后 下入西红柿块和茄子翻炒均匀 铺上煎好的荷包蛋 淋上准备好的料汁 盖上锅盖 小火焖煮七八分钟 期间要随时查看 并翻动一下 八分钟后 茄子已经炖煮的很软烂了 我们加入切好的青红椒块 盖上锅盖 小火再焖煮约三分钟 打开锅盖 将锅里的汤汁收至你想要的程度 撒上一丁点鸡精提鲜 不喜欢放鸡精的朋友也可以不放 翻拌均匀就可以盛出来了 看 一盘香喷喷的茄子包就做好了 茄子软烂入味 酸甜咸鲜 浸润的西红柿笼汁的鸡蛋更是美味的不得了 关键是好吃还不油力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看我做菜的朋友记得关注我哟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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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